来 小千 病人要多补充维他命 这个是我们凤池岛的橘子 前两天刚摘下来寄过来的 百分之百有机的 我知道 那个时候光看上去 就知道很新鲜 吃起来真的是又香又甜 你去过我们凤池岛的果园 吃过果园里的橘子 表哥 表哥给我看过果人的照片 鱿鱼实在是太漂亮了 所以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且你刚刚播的时候 我已经闻到了 好甜好甜 董事长 你也好久没去凤池岛看看了 是啊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吧 好啊 爷爷 那个刚好我要去凤池岛出差 我就带小千去吧 而且您身体才刚恢复 现在应该是好好休养的时候 等你身体恢复了 看是要去韩国还是凤池岛都可以 这样说倒也是 爷爷就是太逞强了 你看害得小千都摔着了 外公 您别这么说 即是我老早就想去凤池岛的别墅看看了 表哥可以带我一顺 我实在是很开心 到时候我再给你带些鱼子回来 好 好 对不起啊 我看到鱼子 脱衣保身冲出口了 这样吧 你不用带我去凤池岛了 我去保银家躲一天就好 别墅的管理员是爷爷的国小同学 你认为能瞒得住爷爷吗 爷爷真的很重感情 到处都有熟人 既然这样 就只能一起去一趟了 你就把它当作是出差吧 真的假的 可以去凤池岛 真的假的 真的太好了 太好了 好开心 有这么开心吗 我一直以为凤池岛 是你的伤心病 虽然真的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发生在那里 但是在我的心里 那一直都是我的故乡 我要在这边 帮老八个大房子 女儿 这也太大了 这比那个水泥巴还要大 我的别墅预定地 我该不会带起大楼了吧 好 光想就好开心 好 为了表示感谢你带我去凤池岛 我呢 到了那里 就带你吃我们家巷口 超级美味的猪杂汤 你只要请我吃一个什么 海胆Sushi就好了 谢谢你的就好 那我决定更慷慨一点 请你喝超级美味的海带汤 食用 我应该已经想说 每天都喝海带汤 我才不要吃海带汤的 表哥 表哥 你等我啊 那我们什么时候怎么猜啊 凤池岛就饭汤岛 饭汤岛 饭汤岛 最近并没有出勤的计划 是吗 我记得凤池岛酒店的外墙 正在重新粉刷 不是吗 是的 需要他们那边传照片过来吗 不用了 我想亲自去看一看 明天就去 彭小贤小姐也要去 帮我订当天来回机票两张 是 知道了 对了 香港那边有进一步的消息吗 还在查 不过听说 已经找到最关键的线索了 一有消息 我会马上向你汇报的 又给我火腿肠了 姐 你电影还在发育 不是生产的懒猪 没资格吃了 要不就赶快去拍支广告 替姐姐挣些水电费回来 你干嘛不吃面在那儿傻笑 我想到明天就可以吃到 超好吃的猪杂汤 还有那些火蹦乱跳的海鲜 这些面啊多一点食欲都没有 明天你就要去放吃到 好开心哦 你的开心是因为食物 还是表哥啊 当然是食物啦 况且啊我去凤池岛 是为了工作 是出差 食物呢值得我的福利 一点点的回报而已 是吗 既然你那么喜欢凤池岛 上次干嘛不过命去回去 你现在是在玩大家来找茬是不是 你要不是我心情好 你死定啊 我好怕哦 随便你了 你要自欺欺人 也是你家的事了 不过我现在 又帮你找到一首主题曲 你要不要听听看看 你不要唱了 你那个破坡嗓子 你说给我听听就行了 信小琪的领悟 傻表妹爱上了贾表哥 难道不应该赶快礼物吗 对呀小千姐 不要再致命不误了啊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的话 我就把泡面的汤汤光 不该 小峰不去吗 雅刚会从酒店出发 让我在机场等她 那就上车吧 下次如果能够全家一起去 就更好了 嗯 许凯先生 有什么事情吗 你现在在哪儿 我要跟表哥去凤池岛出差 现在是机场的路上 少峰出差你干吗要跟啊 不是说赚钱是第一位的吗 请你不要我会 我跟表哥是去出差的 你真的打算这样自欺欺人下去 好 我会帮你带涂产回来的 那我从凤几岛回来再联络 拜拜 哦 是许凯 他让我帮她带涂产 哦 这次是哪一行啊 这个女生每次出现的时候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让我把她拿走 通常这种难以捉摸的人 心里啊 一听手蜜蜜 你不敢让人家吃了 胖小千 蜜蜜 就单单这两个字呢 对我来讲就是一种 无形的魅力了 人生 不会一直都那么坏日气的 彭小千 你一定会幸福的 加油 加油 彭小千 你到底是在过怎样的人生啊 对不起 我不想待在那个屋子里 我不想继续做她的表妹 我喜欢烧风 我太喜欢烧风了 对不起 你现在知道 我不应该爱上烧风了吧 很痛吗 离开吗 再这样下去 一定会受不了的 既然你爱上的脸 可马上我爱上的 为什么不跟自己讲说 黄小千很喜欢许凯 然后跟我叫我看看呢 祝你生日快乐 除了乐高 还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 就是我 至少你跟我在一起 就像现在一样 挺大的分配 从现在开始 徐凯属于你的 喜欢一个人 到底要怎样做 才能转着不喜欢 黄小千 你是个大笨蛋 你是个大笨蛋 帅哥 到凤驰岛出差 好可惜 如果早一点知道的话 说不定我可以跟你一块去 时间差不多了 我该走了 难得见面 你就陪我再多坐一会儿吗 不好意思 打扰二位的约会 我是东南日报的记者曹俊 不知道是否能够耽误二位一点时间 我怎么还不来啊 她就这点不好 不知道什么事到 琴小青 你要记住 这次是去除差一点 知道吗 听说酒店董事长 很不希望公开他们奶的关系 没有的事 曹记者 你怎么不能摄身出地地替他们想一想 两个都是正在努力拼搏事业的年轻人 他们总不希望大家伙看着他们俩 整天都在谈恋爱 忽略了事业上的成就吗 是吧 但是 你总得让当事人出名 让我采访一下吧 不然 我也只能照我所知道的些了 那个曹俊 向来喜欢写些不经证实的八卦 如果让爷爷知道了 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少风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你们准备一下吧 今天曹俊没有采访到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请把妈赶走 我请把妈赶走 赶他走 赶他走 明天的报纸只能写得更难听 以曹俊的能耐 你就不怕他查出小千吗 少风 你觉得这样比较好吗 所以 为了避免事情的发生 我们一定要抢在他前面 反过来利用媒体 把舆论的导向引到我们这边来 好吧 那请待会记者进进来 不 不支持曹俊 我通知了各大报社的记者 三十分钟后举行记者会 我们不能让曹俊觉得 抓住了我们的小辫子 就能欲去欲求 以后我搞的咱们就把事情搞得大了 不能让他昧着良心乱起 你怎么还不来啊 你已经在机场了吗 当然了 飞机都快起飞了 对不起 我可能没办法过去了 我临时有急事 风迟到了 下次再去吧 没有关系 我一个人也可以去 我可以帮你带冥场回来 记者都到齐了 差不多开始了 你们老板都出差了 你怎么还不放假 总经理出差的事已经取消了 为什么取消 我去办公室了 他不在办公室 他跟骆小姐正在会议室 准备新闻发布会 不好意思 我先去办公室 不好意思 我先去办公室 那看我现在怎么办 你干嘛一直打来啊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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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走 你先走你在哪儿 我现在要上飞机不跟你说了 你干嘛一直打来啊 胖茜 喂 不是要上飞机吗 我们还坐在这儿 好久哦 对你发现 胖茜 你是笨蛋吗 既然他不能去你就回家嘛 他妈非一个人在那边傻傻的 我就是笨蛋啊 我又不知道去哪里 我只能坐在这里 你不要管我了 你让我一个人坐一下就可以了 你既然 连喜欢 都能假装不喜欢 那至于要不要试一下 假装自己一点都不难过呢 你以为我没有吃过吗 我越好假装不难过 就越难过 我越好假装不喜欢 就越喜欢 我这怎么办 我这也是个困难的 我这也是个困难的 我们在那边告别吧 为什么 我可以送你回去啊 哎呦 都要不好意思了 我不是第一次见你不成这样 放心吧 我又不会说出去的 之前我是后醉了 但是今天我很清醒 所以很丢脸 我还是自己回去吧 今天 谢谢你 别灰心了 回去多练习一下 下次再来再厉吧 董小贤 你可是说谎不打草口的 奥运金牌选手 加油 哪有那么训练精彩的 可是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 爱情真的不能假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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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喝的水 没有把握上的一颗 在情话里 犯的温室 去找你 还在飞翼里 一生一天 一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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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过什么 又不是第一次被他放鸽子 不是早就应该是习惯了吗 他以为这样子很好玩 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真的把我当成幸运 拿几个叉招包引药我 就可以对我这样忽自责来 挥自责去的吗 家表哥 死表哥 死表哥 小心姐 这不是凤吃岛呗 行行吧 又不是真的长得多可爱 家表哥 怎么可能带你去凤吃岛 是我自己不要去的 谁要去跟一个爱耍人 就是个大骗子的人去凤吃岛 好 喂 喂 全是田百云先生吗 我想找朋友的千小姐 赵峰是不是 这场最无耻的人 是 她最无耻了 天 二百娘 酒 喝酒呢 小千现在在什么地方 你说 那个赵峰是不是一个混蛋 呃 呃 对 那你今天是不是应该陪你小姐 呃 呃 对 陪你喝到天亮 你喝醉了 不醉了不醉了不醉了 小碑 你怎么知道她这样啊 压抑地越久 反送用力就会越大 姐 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么大学问 废话 干脆去叫他告白算了 虽然一定会被拒绝 但至少可以让他死心啊 告白 告什么白啊 你说什么鬼话啊 你怎么跟那个少峰一样 少叔 这也不许你的错 这都是那个少峰的错 来 贾巴哥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来 应该快到了吧 他今天真死定了 真的死定了 还愣着干吗 还不快去看你的小千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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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你有什么 二是五八八的 那我要表哥一样 你们 党什么路 走开 开什么 我叫你走开 我太好了 彩虹 我最喜歡彩虹 你以為你送了什麼彩虹給我就了不起好 你就是可以放我個子嗎 屁 你看我 你看我把你拆了 黃小千 我的名字是你可以亂叫的嗎 原來是那個臭表哥 說要去鳳池島的人 卻跑來這裡喝酒 還在這裡破壞公物 還在這裡破壞公物 又來了 我還沒有說完 妳不接手機又不回家 她有擔心飯什麼特別跑進去找妳 妳到底耍小姐的脾氣要到什麼時候 妳擔心什麼 呼呼不是妳的真表妹 妳如果還要繼續發脾氣的話 請搞好對象 妳還在生我的氣勢吧 那妳儘管來找我發洩 我如果要發洩 我可不是說說而已的 妳是要動手是吧 妳又不是流氓 我就是流氓 現在讓我這個流氓 來教訓妳 妳的心想要鼓勵 我的心想要鼓勵 裙子 不會跳舞 我這就是妳的心想要鼓勵 將來受歡迎 將來受歡迎 在這個邰國上的叫做 有了 孔小倩 妳醒醒 孔小倩 太丟臉了 孔小倩 妳千萬不能張開眼睛 一定要撐下去 撐下去 妳沒事吧 孔小倩 妳醒醒 孔小倩 孔小倩 妳別裝帥了妳快起來吧 孔小倩 我有事要請妳幫忙 我會付妳錢的 我怎麼睡著了 妳再跟我講話了 好吧 妳先躺在這裡好了 要不然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先走了 不然 我 这 这 可以起来了 南无诚 你要我帮你进去啊 小剑 凤枝头好玩吗 可以 我就不太舒服 我就会房间了 我就会房间了 小剑啊 小剑是不是在凤枝岛 我怎么看他脸红红的 不会是发烧了 你不用担心 他回来房间就会没事了 天啊 我刚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我死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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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还有人在见他 蔡荣基 你告诉我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 表妹 我们可以聊一下吗 快 快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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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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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今天没有去凤枝岛 是我的错 因为临时 发生了紧急事件 我也是不得已的 对你失约 是我的错 可是使用暴力 口出恶言 破坏公武 好像也有点过分吧 那件事情 你应该不是故意的吧 彭晓芊 应该不至于会对我 那我就把它当成 是一个 不小心的意外了 你还要继续装睡下去吗 还是你借酒装疯 然后故意设计 我亲你 我哪有 还说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装晕倒 然后现在要装病 都跟你说我没有了 难道真的病了 没什么事情 我看只是过敏而已 睡一下就没事了 没什么事情你出去吧 我要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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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柠檬有三个 那个 糟糕 我还有可乐 妈 怎么这么酸啊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不是说对感冒很有效吗 注意到 这么文字还乖乖的 你有加姜吗 为什么要加姜 网络上就没写 姜 可以活络奇迹 去除风寒 这你都不懂 真是少爷 那你不要喝 我也没有那个意思了 爱计较 其实这味道还不错 那就全部把它喝完 干吗那么体贴 再 免得你又骂我 又小气 又啰嗦又无耻 然后又会拳打我 嗯 冯小倩 你是破坏王啊 你怎么不好好爱惜别人送你的东西 我会负责把它弄好了 你不要那么爱计较嘛 你才爱狡辩耶 总之 今天我们一人做错一件事情 三次扯平啊 你少在那里给我打马虎眼 我才做错一件事情 你做错了三四件耶 可是从严重性来说 你那一件事情 跟我那三四件加起来是 差不多的 哎呦 你真的很爱计较啊 你才爱强辩 没有加酱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还是好难过 记得全部喝完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事情 爱情真的不能假装 我就是笨蛋啊 我又不知道去哪里 我只能坐在这里 我越是要假装自己不难过 这越难过 我越是要假装自己不喜欢 这越喜欢 我是怎么了 我才想问问自己 到底怎么了 说谎不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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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鸡腿 玉米 很好 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上次就是没有加最后那句秘诀 才会那么快失效的 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了 没消了吗 你还骗我说没消 你真的很爱计较 你还敢说 你还骗我 在这种当初 是露儿 那如果是露儿 他会有什么 你认识我 他快要帮忙 你又不离 我是露儿 你能够吧 所以我 jab上 他让我们 好 原來 就是臨時發生的事情 難過不能陪我去工作遲到 電磁換這個 怎麼了 我們那一天 應該沒有提到結婚的事吧 就應該沒有嘴巴 還有 感谢观看